現在眼前是無論在四方會談也好 郭榮鏗、莫乃光和梁繼昌議員也好 是提出了一些改善改良的修正案 如果各方面是達到共識 議員好像自由黨也都說支持 你是可以隨時拿回來立法會去處理 也不用說負氣說話 說今年一定不會做 如果你的法案是原封不動 不接受任何議員的修正案 不接受開放式豁免 或者郭榮鏗議員提出的限制開放式豁免 你不單止今年不用拿回來 你未來都不用拿回來 本人僅此陳詞 全體委員會先前 曾經就黃毓民議員提出的優會待續議案進行辯論以及表決 表決的結果 黃毓民議員的優會待續議案是被否決的 現在陳志全議員再次提出優會待續議案 我信立陳志全議員剛才提出的理由 自從全委會否決黃毓民議員提出的優會待續議案 直至現在 現在陳志全議員提出的優會待續議案 是有新的發展 所以我批准陳志全議員 再次提出優會待續議案 本會現在要首先處理這一項的議案 要就這一項議案發言的議員 請你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 我認證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全體委員會現職優會待續 根據議事規則第四十條第五款 這項議案是不容修正的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議事發言 拜拜 主席 陳志全議員 終於提出了這個動議 在庫廳的時候 多切要求政府提出這個動議 其實都不是很難的 你都說了 其實政府亦都在上個星期公開表明 如果2014年 反權修訂條例草案的討論 在本星期的會議上 仍然沒有實質的進展 我是會按理事規則第四十四條 提出優會待續的動議 終止審議條例草案 泛民的議員 蓄而拉布 製造留會 使得恢復條例草案 二讀辯論的進度 極其緩慢 在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之後 就更加可謂毫無存進 我一直其實呢 是期望 立法會能夠以理性 和無實的態度 處理條例草案 客觀 和公平地審議 我們這一套立法的建議 在官府 泛民議員在過去幾個月 直到今天 種種的舉動和言論 對他們能夠摒棄 政治的盤算 回歸理性 討論條例草案 這一番的希望 最終 都是要落空 雖然政府 扮權擁有人 大律師公會 香港律師會 意志是部分的部長 在最近這一段的日子 到公開去呼籲 立法會應該以香港 整體利益為念 堅守理性持平的原則 盡快去通過條例草案 無奈的呢 就是泛民的議員 仍然拒絕 回頭試案 我非常之遺憾 在政府和建制派議員 為條例草案 作最後的努力致祭 陳志全議員 仍然是提出 憂會待續的議案 浪費寶貴的辯論時間 握殺條例草案 在本屆立法會會期 結束之前 最後 更遇的機會 其實陳志全議員 你都不用擔心 去提出這個動議 因為拉布 其實都等於 連著我們這個條例草案的鏡 你這個優惠動議 其實就是一把刀 一刀下去 就騙殺了我們的條例草案 你不敢去提出這個議案 你就不想變成一個兇手 其實你都不用這麼害怕 因為除了你之外 這條條例草案的兇手 是載助這麼多位的泛民議員 陪賣你一起 都是兇手來的 主席 政府早前決定 如果會議是沒有實質進展 就會動議優惠待續 終止審議條例草案 最重要的考量 當然是香港的正體利益 由於泛民議員不斷拉布 阻撓議會正常運作 立法會已經是即派了六條條例草案 除了完全修訂條例草案之外 預計立法會大會 一共是需要處理多達到27項的條例草案 包括臨時撥款議案 和撥款條例草案 涉及廣泛的社會經濟和民生的問題 為泛民議員繼續利用條例草案作藉口 去拉布 影響到其他重要的議案 政府才作出這個決定 是以固存大局的 自從上週為條例草案定下 限期以來 部分泛民議員指責政府意欺 意欺容是 認為政府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放棄條例草案 網上還有一些評論 政府這個決定是別有榮心 凡此種種的回應 聽在支持條例草案的支持者的議員裏面 由於惡語流淚 相當之諷刺 主席人言未必可順 數據或者更加的明 自去年12月9日條例草案排上議程以來 立法會八次的會議裏面 已經留會了 民主黨的黃碧雲議員 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議員 社民聯的梁國雄議員 以至黃毓民議員 在這個議事廳裏面 不止一次明言 是要拉布阻撓通 條例草案 其他泛民議員 熟悉條例草案的固然 是很踴躍去發現 過往未有關注的一種 很有趣 亦都突然積極配合 議會內外都以團結拉布自許 何秀蘭議員 甚至要為條例草案開創先例 他動議首次 引用議事規則第55 一條 將條例草案扶委專責委員會處理 到目前為止 議會一共花了超過90小時 審議條例草案 泛民議員濫用點算人數 加上浪費在終止待續 優會待續和副委 專責委員會這些議案的時間 已經是成功地消耗了超過62小時 令到真正去審議條例草案時候 只有28小時 這些數字說明 條例草案未能夠迎合泛民的心意 以至他們不惜一切 肆意濫用我們的議事規則 無必抓到條例草案 教人大惡不解的就是 部分泛民議員何秀在政府宣佈條例草案的限期之後 不得要又突然聯繫他們口中的所謂的惡法 指責政府過早去放棄 主席在立法會會期止 剩下幾個月的時候 政府是不能夠只求通過條例草案 至其他的議題不顧 當今外圍經濟環境陰霾密暴 社會上有不少民生的問題 上代解決 政府不能投放無限的資源和時間 但在政治的爭拗上 如果泛民拒絕改變立場 從香港的整體利益出發 政府終止審議條例草案 是無可奈何的決定 放棄條例草案極之可惜 原因有三 首先 條例草案可以為各方的持份者 帶來不同的法定命運保障 簡單來說 版權擁有人可以在數碼的環境裏 獲得更清晰明確的版權保護 不會因為大規模的串流導板行為 而招致重大的經濟損失 聯線服務提供者 包括網上服務平台 在條例草案下 可以得到快取處理